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很特别 这个遗址的保存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不论是淘气 不论是骨气 或者是人骨的保存状况都算好 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考古家去解释过去人类的行为 可以说是相当算是完整的一个考古遗址 可是很可惜这个考古遗址逐渐面临都市化的过程当中 在破坏当中 我有一个概念 我一直没有把它完全的写出来 我觉得以台湾的特殊 所以台湾的都市开发 它一定跟遗址的保存 绝对的冲突 绝对绝对的冲突 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国家的文化资产主管单位 必须要认真地思考 怎样的状况之下 才可以把遗址保存下来 命名的遗址保存的遗址 这个都是一级要保存的遗址 然后其他的遗址 没有不要保存的遗址 只是你用个保存方法的问题 那这个遗址呢 清水中色这个遗址 已然被指定为台中市的市定遗址 可是市定遗址的范围很小 而且不是这个遗址的核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论点 那这个论点呢 我认为我有资格讲话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做过这个遗址的全部的调查 加上砖口 所以我认为 在都市的过程当中 公有地在这个遗址的范围里面 不要再卖 公有地不要卖 为什么呢 一个这么重要的遗址 我刚刚讲了 它可以解释台湾的历史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遗址的重要性 已否在于 它能够解释台湾的 整个人类发展史里面的 分量有多重 这个遗址就多重要 那就用秤金的嘛 这个如果说一斤十六斤 这就是十六斤 这个遗址就是十六斤的遗址 有的遗址大概就一两两两 有的遗址大概三两五两 那也有八两十两 可是这个大概就是十六斤的遗址 比较好给一个评估 我觉得是 你要从能解释 这块土地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遗址的重要性 这个才是最 这个才是 什么评估标准 一二三四五六七 轻轻猜猜猜啦 你要互联赛 大家也要互联赛 对吧 那你要写要瞎掰 我比谁都会嘛 你要我瞎掰台湾考古的东西 那还不简单 问题不是这样 脑筋里面要有一个全台湾考古遗址的标准 比如说抽样 为什么抽样的要求是这样 那是因为我们统计过全台湾的考古遗址的大小 告诉你两个抽样坑之间 假如你做大面积的 这个没有调查过的土地 是否有遗址的抽样 那你抽样的大小在台湾本岛 在澎湖 在恒春半岛不太一样 恒武跟恒春半岛很像 那台湾其他的地区很不一样 那抽样的深度呢 西南平原不一样 中北部 从大安西以北不一样 台北盆地盆地中央不一样 那 桃园 不一样 那你问我宜兰呢 南洋平原 南洋平原呢 从山边到海边各不一样 你必须要了解的深度不一样 这个是绝对的你依照 你对地形的了解 你依照你对文化的了解 你依照它的埋藏深度的了解 你才能够知道所有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逻辑跟概念 那这个遗址呢 文化城最深的地方在两公尺多 文化城最深在两公尺多 那两公尺多的文化城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人类的向下行为所形成 你都不应该卖了 就不应该卖了 不是说指定都小小的范围 就是说我是反对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遗址的有趣的地方 因为中部的番子园文化长得很奇怪 番子园文化的命名遗址 番子园遗址跟这个遗址长得不一样 番子园遗址呢 因为它是在山坡上 它的保存状况也还好 可是番子园遗址最大的问题是 它因为埋葬的问题 现代人的埋葬跟过去的人的遗址 完全重变 所以那个遗址呢 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紫竹寺旁边的那个基地 原来我的老师宋文君教授他们 做的研究的时代了 那里保存还好 可是后来我跟他一起去做了好几次研究呢 在地上都会捡到头骨 捡到头骨呢 地上 地上捡到头骨呢 我有一次把头骨捡了就拿回新色的老家 我妈妈就问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说是人头 他吓了伴子 叫我拿到房子的外面 不准挂在家里 我妈妈现在在天上做神了 所以她一定会吓她这个儿子 那这个遗址呢 基本上显示了 人在这块土地上面 两千年以来的变形 就很有趣 就是她跟牛马头那个遗址呢 刚好两个很有趣的对比 那有趣的对比中间夹着的就是 清水的牛马头 这个聚落 台湾有一句话叫做 清水谷命叫水谷马头 那我们现在看来 牛马舍是牛马舍 牛马头是牛马头 牛马头是汉人的聚落 在牛马舍的外面 在牛马舍的外面 那舍呢 舍口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 我一开始在车上开口讲话 跟你们讲的那个大桥墩 那个地方叫舍口 那舍的本核心在这里 舍口在面对汉人的那个位置叫舍口 那所以 汉人住的地方是 牛马舍的头 不是有一个舍叫做牛马头舍 这个是我的解释 所以从荷兰时代开始 它就叫做牛马 就是那个拼音就叫做牛马 一直到现在 你在荷兰时代没有看到 牛马头这个拼音 这个拼音是不存在的 好了 我们既然知道 那就回过头来 台湾史的大家 曹永和先生 他在他的学术的后段 不到晚年到学术的后段 因为他的朋友 学术上的朋友 叫做宋维勋 是我的指导教授 他们两个是台北二中的学长学弟 曹永是学长 我的老师是学弟 所以曹永要去文学院 读这个 荷兰时代的围卷 荷兰时代的围卷 就是日本的学者去 荷兰拍摄回来的围卷 他是要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 四楼的屠戮室 把围卷借出来看 因为这是日剧时代的 非常重要的资料 荷兰就是荷兰文的资料 那他每一次去 要去看那个资料之前 他从研究图书馆 台大研究图书馆 在那个野林大道的后端 就是 成文成被杀掉的那个地方 其实他应该不是那里被杀 他是那里被从楼上丢下来 他大概在行囚的时候 就被打死了 就是 他从研究图书馆 他是研究图书馆的主 在组长还是主任 就从哪里走 走野林大道 走到考古人类学系 那走过来呢 喘一口气 那首先就到 我指导教授的研究室里面聊天 那他们两个是 日语、国语、闽南话 那我的老师还会夹着一两个字的客家话 在聊天 他们在用这个聊天 在谈历史 所以曹先生到他学术的后段的时候 他写 台湾岛死的观念 我想读台湾死的人都知道 你们历史系 还有那个 刚刚那个 另外一个历史系的在哪里 历史系在哪里 背光 背光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假如念台湾死 念到朝鲜的 这篇文章 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這篇文章發表在見內見次的那個 反正就是慶祝他幾歲的論文者 他在討論台灣史的觀念到底是什麼 他是台灣史的學者裡面第一個認真的寫到 台灣史假如沒有考古做不起來 然後台灣史的整個大的問題的癥結 在理解貧普族群在台灣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那偏偏我們現在的原住民族委員會不處理貧普 我們原住民族委員會不甩貧普的 貧普讓他自生自滅 但是台灣歷史最關鍵的 就是貧普的聚落 那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這裡就是 最關鍵的聚落之一 那你 馬鬥 馬鬥 蕭龍 蕭龍 然後 馬鬥 所以他一直跟荷蘭人抗議說 你不能叫我Babalang 我叫做Denung 他自己叫Denung 那個是跟台中這一代很類似的人 不太同一個族群 我們這裡是Babalang 那邊是Babalang的人 那這些大群聚落的歷史 被解決就等於解決了台灣 西部平原整個大的歷史發展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Portal History 原始時代 10到16世紀末 1570年代的這個階段 從1570年代以後 因為明朝已經開放海淨 所以整個台灣西海岸變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那這個遺址呢 出土 16世紀後段的張舟窯 那 這不是我挖的 剛好是陳偉軍挖的那個部分 那 我挖的有16世紀後段的張舟窯的另外一個遺址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Denung的人住的地方 在雲林縣的 在雲林縣的 淪貝鄉和麥寮鄉的交界的那個雷錯遺址 在雷錯遺址上我挖到 這個 只能說滿地都是 張舟窯的碎片 而且有鑽造的房子 所以台灣的歷史 豈能從 何人起之 正事記之 清代銀之 講解 我們坐在這個椅子 當然就不能這樣想 這個問題 台灣史的大家 曹永和先生 也建議大家 不要這樣想 那他告訴 他告訴 他告訴 他告訴你的事實就是 他有一個考古家朋友 所以那個考古家朋友 因為喝酒 所以比較不寫文章 所以我的老師 宋文勳 他的名字是有用意的 就是 經常會醉醺醺醺的 可是老師喜歡喝酒 但酒量很差 宋先生你在天上 你一定知道 你酒量比我差多 我們師徒兩個 一起出去喝酒 他跟人家乾杯 然後把杯子拿給我 我坐到他房間 乾完了以後就拿給我 他沒有喝 他跟人家乾杯 我喝酒 那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年輕的時候 酒從這裡進去 從手指頭這樣就會出來 開玩笑 所以你們現在坐在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的核心位置 沒有指定的核心位置 是公有土地 這個才重要 OK 我們不能讓這塊土地被軍方賣掉 我真希望 這個椅子 把上面不應該存在的這些房子 都拿掉了以後 用剪法 把它都拿掉了以後 把它變回 原來的 牛罵的文化園區 上面那個是牛罵頭文化園區 這個叫做牛罵社文化園區 然後呢 就談牛罵社 談他所看到 David Wright所看到的 這個像公園 像那個園林一樣的那個 那個人住的地方 這很漂亮 然後很複數的一個地方 那 然後來解台灣的歷史 就是這裡從九世紀十世紀的青池就出現 然後一直到十六世紀的張周堯 然後到十七世紀的文獻紀錄 然後到逐漸平補足被漢化的這個過程 在這個遺址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聚落的人 在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紫雲岩 捐了很多錢 他們姓什麼 姓三點水的那個浦 有沒有 這個唐昌浦的那個浦 端午節的那個浦 這個聚落有一個大的雕塑家 叫做浦天生 有趣了吧 你們到紫雲岩去看 他們是捐很多錢的人喔 也就是說這群人沒有離開 因為我們對貧魯族的理解 是要有好幾套理解的 這好幾套理解跟台灣史有關 那我不能給答案 只能給問題 OK 我們走過去搭車 不要放我的助理 不要放我的助理 不要放我的助理